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和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体频道为您带来的CBA赛事的转播 今天这场比赛是北京队主场迎战青岛队的一场比赛 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苏群老师和徐吉成老师 我们看麦迪背后没号码 临时给他做一个 这个失误 这个酒不较难做,要是一就算了 拿个胶布,打脚的绷带,直接贴一下 你看,现在已经开始贴了 麦迪还是很轻松,酸酸的连拌 我比较佩服麦迪的一点 没有抱怨啊,没有太... 酒还是贴反了,屁 这是谁贴的 这是谁贴的 就是麦迪这个酒 有这样的酒,难道 这件球一值得惨了 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 多费摄影记者好多卡 这场比赛如果青岛赢了,咱们先不说别的,娱乐一下 如果青岛赢了,这件球一应该退役 应该退役 王刚是防马布里 所以前两节,好球 脱好 上来就扣完 上来就造反归了 大都市,那不一样 当年去纽约,或者去洛杉矶打球 是一个道理 这是马布里的地盘 这个马布里是一个New York City kid 他是纽约长大的一个小孩 是吧 当年这个不一样 球车 里华的球队,速度推进都非常快 你看就是防守一陷天,就这一条方 是吧 掌声鼓励 给麦迪离三分线一步远这球 进来 差一点 逛了一下,磕着玩,又掉了 已经这个态度反显了 现在就是你打不进的时候 位置分散不算 不是上阳来讲,大家都全扎了一堆 麦迪后转,不过两票多漂亮 第二个,每个人的跑动都很有目的性 还是贴方 打了三个快速 三个快速 一打一 做反彼 还真是稍微做一个动物要传球 马上就示威了 打得很好看 实际平 那边这么不一样 这一个 好啊,打三分 北京队应该是做好了全套的这种 防备 这种预案 呃,外线要是 而且 还是急着防 十二分 今天北京队 今天麦迪完全是改变了角色 对 一半多是麦迪 麦迪拔下又投三分 又中 十四分 二加一 二加一 他答应了 对方 让马不离今天开张 对方 上一场 确实 刚才大曲也说了 三分队的 他只要打和他身高唱多的 比他矮点的 他这还是非常努力的 对 今天这球第一阶是非常好看 送风的份儿都很高 马不离提前在这儿挡着 看陈台 这是陈磊 陈磊 突破分析又交外线之后又投中 这是最后一攻马不离 直接交底线之后 喝完多口 这是七场球 青岛打的最好一球 应该没有 穿着猛似的 那里球衣 哎 好球 再回出来 你好球 隔着吉哲扣了一个 扣完之后回头 这几分 比明天下的那种视线 这几分 这几分 第二次扣 球正好砸了吉哲的脖子 你看 马不离之时候来了 这小船在传马不离 分到中距离给莫里斯 你看这种对于整个球场的观察 对于整支队伍的这种调度 莫里斯19分 现在北京这边分差值得20 卖力单单成功 这是天赋 现在青岛队打乱了 开始打乱了 因为麦迪的体能下来了 嗯 马不离 单打姆本家 给姆本家扛钻赛率之后 把球打板打进 有点凝重 哎 这是个非常好的防守 因为姆本家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防守动革 我有更好的是不用的 而且他是不同类型的球员 咱们今天这么说 好球 麦迪的被打对方的这种加击防守 你必须在这个 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这个球今天 北京的现场的音乐都有点轻松了 马不离现在得到机会之后就往南下攻 差不多10公分两个人 这就是什么 麦迪 好轻松 好轻松 32分 走起来就是麦迪这么大 麦迪也就是 不是 不是麦迪这种级别的球星 应该去 他也非常难过 你知道就是 他捞的 麦迪 麦迪这样是技术犯规的 麦迪 史上管了 吉折投中三分 这是 麦迪这场球 这场球和其他最不一样 就是说 他带头进攻可以 你看 吉折一直在 吉折有点 挑衅他 投完之后 一直在给吉折 吉折一直在晃 手指 这也是挑衅 因为在西边没有不许晃手指 这个条例 在MV有 在MV只有 木托木博可以不受这个条例的规定 所以他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莫里斯有一个定板 前场三打一 阿里分球 再回传 打得很轻松也很轻松 麦迪也不动 直接上传到前场 给了跟进的麦迪在抛头得水 麦迪今天到了四十多球 嗯 借过 从第二阶上去没信心 球进二加一 麦迪已经三十六分了 CBA值也是 CBA值也是 最高 原来三十四 本集第一阶二条队员 各于犯规 打六球 本集第一阶二条队员 好 张小川下去了 哈哈 但是今天这个六番 可是各个都有价值啊 也 现在也很长时间展示了 从拳花斑的那种 实力 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了 已经对在这场比赛 下半场就已经确立了 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所以说 等于说整个下半场 给我们看到的这种参考的意义 并不是特别的大 好 是的